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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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基金會總幹事陳英盈 在香港齊心基金會舉辦的齊心論壇 K10週年慶典上 分享共享基金過去3年 在盧窩、柬埔寨、 東非吉布提、西非塞內加爾、 毛里塔尼亞開展 消除白內障致文項目 作為摘根香港的 國際非牟利人道援助機構 在淺行現代化中國路上 如何透過醫療圍外 展現中國人可信、可敬、可愛的一面 在海外的朋友會覺得我們可信 目前我們做的手術 沒有一個偏向的困難 都很相對完善的制度 去看著醫療隊 可敬就是我們 很感謝我們合作夥伴的支持 亦爭取了很多友誼 看到有一個很可愛的感受 整個醫療隊和我們當地的醫護人員 一起包餃子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至少人們會認識多些中國文化 和可以對中國人多了一份了解 不是只是從商 我們都會做這些工作 交朋友 還有希望可以做到好事 我們是一個共享平台 所以我們不可以用自己 只是自己做 一個大的課卡車 就是我們的手術室 這個都不是由我們開始的 其實在座都有很多朋友 是有相關經驗的 比如說亞洲防問基金會 亞洲發展醫生他們 他們做了很多年的工作 就是用這輛課卡車 去在內地做相關的手術 做現在2022年 已經有差不多40年的歷史 而已經成熟到 只要20到25分鐘 就已經可以無血無痛 做完這個手術 手術室是一代一代改進的 我們現在叫5.0版 流動眼科手術車的例子說明 香港可以輸出經驗 利用香港公益慈善事業完善的制度 法規人才富等 發揮達質兼制天下的精神 去海外做公益 傳遞中國人的善心 共享基金聯同內地醫療隊 走出去做手術 除了直接幫助病人 還利用專業知識發揮所長 如果他能提供病人給我們 我們都會盡量做 過程度我們會培訓他們 當地的醫護人員 希望將這套技術 如果在車上做手術 如果可以轉移 對他們來說 他們可以將來多做這些手術 中間我們會趁機去講講 健康教育 登革義是沒有得醫的 會趁機做一些公共衛生的項目 例如松梅、蚊梅等 然後在很多地方 我們是第一個全球的機構做登革義 在國際上我們會打到 即是中國人 都是有一個前瞻性的平台 在COVID的時候 我們世衛會邀請我們 去做一些專家的委員會 去講我們前線的工作 我們在香港做一些 知識轉移的工作 中國在海外有很多單位的機構 他們都面對不知如何處理新冠肺炎 做了很多唱講座 用知識的角度來講 我們的教育教材是六七種語言 陳英營表示 即使不是專業的醫護人員 港人也可以在不同的領域 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民交流 貢獻力量 我們這些義工的朋友 年紀最大是84歲 我們是要自衛 我們要你們的網絡或者能力 還有年輕人有時有機會 和長輩一起做事 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毛利坦尼就是Muritania 本身在薩克拉沙漠上面 它也是中國其中一個 最長久有外交關係的國家 國響基金當然用普通話 英文、廣東話、法文 第一個地方是用阿拉伯文的 更加需要非醫護人的支持 任何人士 如果有朋友、有能力 我們絕對歡迎 尤其是語文 難得的地方 就是去到這些地方 我們一點都不寂寞 因為其實在中國有一世紀 是真的有很多工作在外面做